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家来说呢他在这个08-17年度人物大运 其实人物大运的这个状况 我们在讲前面讲人物流年的时候 大家已经说过了 就是有两个项 第一个就是师神有根 师神有根在这个年龄 就是事业上奋发有为的年纪 也很想的去做成一些事情 想生之加心 但是人水呢他克这个师神 有一种销身夺食之相 就会有一些压抑 有点怀才不遇 再加上百分之一是公务员 公务员的这种升迁 往往都是按部就班的 不会让你破格体吧 所以说呢这个状态就这样 然后咱们看具体的流年 就是看一年就可以了 2010年耿一年 耿一年跟日祖又是天壳地虫 这是第二个天壳地虫 当然跟前一个天壳地虫不一样 前一个天壳地虫 是代表什么呢 是代表班迁 这个会严重一点 为什么 所以这个大运不太好 第二个 第二个呢就是 这里本身有一个金壳墓的一个像 这里呢又是金壳墓 这里又是金壳墓呢 而且甲木以银木为根的话 它就不同 不同的话 对酒下为伤灾 第二个是夫妻感情和有矛盾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这里有个银 乌 雪 山和火 然后这个火就比较旺 这个火呢就容易去刻这个梗筋 这个梗筋的账 代表它丈夫 那么本身它是永世神之下的 然后这个火又特别的旺 然后这个杨仁特别旺 就刻的丈夫就刻的厉害 就代表它跟丈夫的关系 本身他对她丈夫会管的比较严 而丈夫也感觉不错也可以 但是突然在这个大运呢 这个流年 他会对丈夫管束特别的严 再让自己本身工作又不是很顺 在工作上有点压抑 那么他会把自己的怒气 发起到她丈夫的身上 表之为感情会很不顺 然后呢 再看下部大运 就18到2027年 新四大运了 新大运 我们在讲新四流年的时候 直接讲过 新四的意象是什么 新四的意象就是似火去刻这个心筋 然后不光心筋被刻 而且心筋的根 身筋也被似火去形 所以是呢 也并不是非常的好 因为本身这个地方 他不算是个用神 我们前面讲过火是用神 但是火不能去伤金啊 金才是最关键的用神 两个用神之间 如果作用交轻的那个用神 咱们身为第二用神 或第三用神 去烧了第一用神 那么肯定对的结果还是不好的 然后讲18年 戊虚年 戊虚年 又是地质有三虚 三虚呢 咱们说三虚人孤克 就代表一种分离的现象 比如说跟自己的丈夫会有分离之下啊 或者跟自己的孩子有分离之下 实际有虚土 通常也代表孩子嘛 是子女心入墓了 那代表孩子有可能去多远啊 因为这里面有个位虚相行 然后呢 再看19年 19年就是极亥年 极亥年的时候 实际上来看 天干有夹几何 这是第一个想 夹几何这个极土是财心 又是用神 那么这就代表一个得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地之上 它有四海冲 四海冲代表奔波 跑动 跑动比较多 另外呢 这里面有一个神经 神经呢 它进入这个亥水之后 它就会去生这个亥水 因为这个神经里面 本身有个人水 它这里面 它本气也是人水 所以呢 神经就去生这个人水 这就是这个亥水 这亥水 这亥水就会去生这个甲木 像代表他什么呢 就是他丈夫 赚到了钱 然后通过金生水 然后通过金生水 来生他 把这个钱又给了他 这是这个一个想 然后再讲 明年2020年 庚子年的一个情况 庚子年 实际上 对他来说 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年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子水是一个祭神 并不是一个佣神 另外呢 这个耿金 主要是看这个耿金 那么耿金还是一个佣神 那么怎么就想到了 就是地支是祭神 天干上是个佣神 代表什么呢 那么根本地支为主 那么实际上是这一年是 总体来说是不太好的 一般 但是天干是佣神 就代表外向上还是可以的 而且呢 这个耿金 在这个地方 耿金去生子水 子水又去生他 代表他丈夫对他的好处 另外呢 这个耿金 也可以代表一个他的领导 因为他年纪为大 代表他的一个老领导 他的老领导呢 对他有照顾 有帮助 因为他去生这个水 他去生他了 他说这一年代表 总体上来说是比较一般的 但是在外向上 他老领导 对他有照顾比较多 他感觉到今年还是不错的 所以呢 这些课呢 我们就简单的讲一下 这些留意的状况 这些课讲完了 这个八字我们就讲完了 但是实际上来说 比如说从这个人用大连开始 实际上很多的流年 我们都没有讲 都省略掉了 这些内容当中 会在我们的网课当中 来重点来讲 视频节目里面 就不再展开 一一来讲了 这些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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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